曼聯 我想不是看了今季三場球 這幾季看了差不多一百場球 無論萬年球迷也好 普通球迷也好 你都會隨口說到最少五個問題 甚至百至十個問題 關於曼聯 無論是收購球員也好 用人的決定也好 賽前部署也好 臨場決定也好 戰術部署也好 賽後記者會的言論也好 全部都好像壞多過好 現在曼聯的情況就好像 不斷每一場球都當成新賽 其實這個問題都不是今季開始 由第一季打隔離 再到上季一開始也是 今季一開始也是 其實你無論季前 踢多少場熱身賽都是沒用的 因為永遠籤回來的球員 都是開季那頭幾場才能下場 甚至是熱身賽的時候 傷賣好像藥籠一樣 都不用踢了 基本上都 永遠都是開季就用熱身賽的模式 每一季的球員都連接不到上一季 學到的東西再帶來新一季 簡單一點 綜合了萬聯的幾場表現 歸合了大約8至10樣問題 當中有沒有好呢 有的 不過幅度或者進步的程度 比較少到真的影響不到場球 真的很少 首先最明顯的就是三線的距離 無論對白禮頓也好 對禮物鋪也好 大家都看到距離是很大的 那個闊度是 即是防線和中場的連繫 又或者中場線和前線的連繫 無論你是由公轉手 或者由手轉公都是距離 距離是很大的 這個問題其實 如果是一批新球員不配合 那你現在都買了一群舊寶索 那你對禮物鋪那場球 都是距離寬到這樣 即是後面 即是中場卡斯米魯或者明萊推上去 你後面沒有推上來 收窄距離 他們一脫了 脫當然是有問題 但脫了之後距離大 那別人就可以直推 另一個問題就是中場的派牌 一向都是Buno的 這個角色 很多年 自從加盟了萬年之後 或者普巴走了之後 就Buno打了 中場 那整天 今季頭一兩場球 就推了Buno 踢最前 那他首先第一高球 拿不到 那你推上最前 但是中場也要有人給他一個球 才可以的 那沒有 卡斯米魯和明萊都不是這類型的球員 那福哥的狀態這麼好 大家也明白了 其實也沒有人給過Buno 如果Buno在前面 沒有人給過Buno上去 即是死了 要是Buno又退下來 有時候他也會出阿力臣 但其實阿力臣 我想說 當初由他加盟 萬年那一刻 我已經說他遲了五年加盟 即是 他其實已經脫了截 阿力臣已經跟不上速率 所以 你出他 你是 比賽最後階段出他 但如果他會不會對戰局改變 這個機會就真的很好 第三項 就是剛剛講過 球隊今季踢了三場球 你見球員的踢法 好像重新適應 當然 因為有個新的球員叫萬治 今季終於下場 或者是上季都有下 不過大家好像覺得他沒有存在感 今季主要做遮線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說 萬治對萬聯前場的壓迫 或者是有一個很好的作用 是的 他遮線那方面 但就不是搶了球 他遮線一定好過Buno 好過福哥 好過迪亞魯 但問題是他又傷了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你上季簽他回來的 你不是本身知道他的強項 和弱項嗎 為何會隔了一年之後 他才能展露這件事 他本身都是踢開英超 他在車路士其實 都很多時候是用來遮線 用來做一個無球跑動的角色 但為何好像遲了一年才醒覺 又或者一個球員 為何要用了一年時間才適應到 即是你沒有人幫他嗎 即是不算他傷 但上季他下場大家都知道什麼了 即是很搞笑 即是買回來的人 永遠都要用超過一年的時間 來適應 接著第四件事就是 公門 有分很多東西 首先講起腳 起倒腳 起完腳之後是否中籠 或者能不能入球 其實今季曼聯 踢了三場球 總共有33次球 數字後排已經超第16位 其實上季好了 上季是0球 排第10位 前一季 即是第一季 負12.3球 排第18位 射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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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季是33.3% 排第11位 上季是33.5% 其實差不多 前季是34.9% 這方面沒有太大改善 大家都是3成 射中6門 另外 這就是坦克 第一季 看到迪基亞 上季 在奧蘭娜 打算搞定 誰知道都不行 到今季 找到自己的舊部數 迪列達也好 馬西拉爾也好 射中馬天尼斯 基本上整條防線 連奧蘭娜 不算過左閘 4個防線加1個龍門 5個人裏面有4個都是自己有的 其實說真的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你落到場 走位 什麼時候要驗位 正路應該很有默契 或者知道怎樣踢 怎樣驗位 暫時可以這樣說 可以辯護 因為踢得三場球 或者很多球 第一次落場 踢了一兩場 要時間適應 沒問題的 看看長遠會否好些 其實曼聯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 你一個球員拿球 或者拿球之前 你另外的球員 要移去另一個位置 很多時候 有球員 例如右閘馬西拉爾 拿到一個球 那些球員 還未現得撤位 根本都給不到 到現了位 例如加斯瑪爾現位 或者前面的地下路現位 或者加勒祖現位 已經遲了 因為對手已經遮遮了全球路線 其實你標UP應該是熟集到 龍門決定在哪一邊進攻方向做發動的時候 如果球員傳到右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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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已經要移動 就不是永遠拿到球 當球員傳到前面才移動 就永遠遲幾秒 另一件事就是 對球員的決定 很多時候 是大腳斬上去 還是地球 放到位置 讓隊友走 決定都很差 永遠都覺得 好像沒有默契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來來都是那群人 或者可以這樣說 今季換得多人 要時間 另一件事就是 但是戶球的能力 很多時候 你用對你普通的場合 例子 例如Sala 也好 不用那麥克里斯打 或者加斌比 他們背著 拿著球 你感覺上 他會持續到一秒至兩秒 然後就回傳到 但如果你比其他球員 他的信心沒有了 或者他那天的狀態不好 我不說福哥 基本上球員都會掉 有些球員都會掉 另一件事就是 前場的球員 很少下來幫助球 例如對巴里頓也好 對利普也好 你被對方逼死後面 因為不夠人數 他猜不到上來 你前面那兩隻翼 又不下來 中場線拿球 永遠都站得很遲 你要下來 例如後面 七個打人家 八個 你怎樣也要下一個 簡單一點 或是龍門 九打八 你永遠都不夠人 因為你前面不下來 在等球 這樣就搞到 沒有了 下一個問題就是 第六 我想到就是 戰術部署 其實很多時候 你看萬連的球 他沒有什麼針對性 部署 這個意思就是 針對對手的強項 來做一個部署 踢了三年 加上有九場球 是輸三球或以上的 計算所有賽事 你對利普也輸了十球 一次做下七球 輸了 人們覺得都是三分 在我角度就不是 當然 主場又輸三球 剛好 他一個沒有賽前部署 還要堅持踢自己的球 但是踢自己的球 有沒有 想到球員 是否適應踢自己的球 其實他經常覺得 就是踢自己的球 但球員落到場 好像是很多 是不知怎樣 自己交失 這才是問題所在 我覺得 還有就是 一些比較散的問題 不過其實都積了很多年 前面的迫搶 以前就有形無實 今年是有改善 但是幅度是否真的很大 大家抱著一個 看熱身賽的心態 來看一場正規的聯賽 我覺得都OK 如果你用一個聯賽 每場球都想贏的心態 而是看著一群人 用一個熱身賽的態度 去踢 反過來的時候 你就會很敏 不要說破對方壓迫 連怎樣站好位置 阻止對方 都已經是 成問題的時候 你想破對方壓迫 因為破對方壓迫 已經說過 要球員先肯下回來 首先要叫前面那幾個大帝 肯下回來 而不是拿球 另一個就是 攻守轉換很失衡 這個問題其實都很多貴 就算下一格不在 蘇斯一查年代也有 被人打回頭的時候 長期都溫和溫 但是我們的防守球員 單對單能力 是不是真的那麼強 會不會掃低人呢 經常都出事 有一樣東西 其實我覺得 快轉換 他好像打正的旗號 想打這些球 購買了球員 很快的轉身 起動很快的幾個都 看起來好像 可以踢到這些球 但是萬聯的風險 就是 你看這些球 會承受到 被對手摺 然後人少打人少 被人射球 萬聯的問題就是 他的攻力掩蓋不到 他的防守能力的不足 如果跟你鬥攻的 很開放 我可以踢兩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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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可以踢兩球 但問題就是 萬聯現在 就算 我是反攻到人 都未必每場球 都可以踢兩球 基本上就是 踢到一球已經很辛苦 莫怪人兩球 但問題是 如果你保持來回得這麼快 球員是承受不了 而且我們的傷患史 實是太強勁了 你不斷一來一回 踢到這麼高速 我不知道 你真度馬典尼斯 或者迪列特的轉身 會不會出事 烏加迪 我覺得可以的 收購回來 擺明是做一個 勘張 即是在這裡不斷掃 明內就幫忙推 那球上去 班奴就下來 現位分球 其實都知道怎樣踢 雖然烏加迪未落場 但都想到他 到時整個設置是怎樣踢 踢完三場 都沒辦法 即是你繼續打一格教 即是我的角度 都是預算了 總之抱著一個熱身賽的心態 去看正規聯賽 萬聯的分析就是這樣 萬聯的分析就是這樣